今天我教你们一个新的切划 从底部这边 铺开来 然后向前推 可以在头部这边给它摔 擀一下刀 你猜这是什么鱼 擀一下划刀 石斑鱼体型比较窄 这样摊开显得比较大 也比较好蒸熟 在其表面薄薄抹上一层盐 这么用心叫做菜 使得你两个爱心支持一下吗 你的一个小举动对我帮助很大 我才会这么说 谢谢啦 在鱼的表面薄薄抹上一层青油 可以让蒸起来的鱼色泽明亮 肉质更洁白 不会干巴巴 加葱姜去腥 一定要把水烧开再下鱼 这样火力比较集中 蒸起来比较到位 看到锅盖孔 开始冒蒸气的时候 开始算时间 等待的时间 来准备切蒸鱼的三丝 家里有宝宝不吃辣椒的 咱们用胡萝卜来代替 准备好小葱段 精葱段 把精葱打开 先把小葱压扁 盖上精葱和胡萝卜 如果你每天找不到新花样做菜 我的主页有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点我头像旁边的家号就可以收藏啦 毕竟学到就是赚倒 切完泡水是为了保持葱湿的新鲜度 这些数量拿来蒸三条鱼都没问题 六分钟之后开盖 倒掉一部分汤汁比较腥 挑掉葱姜 从旁边淋上蒸鱼酱油 才不会影响鱼的橙色 搭配切好的三丝 最后一勺油 口水一直流 先下酱油再淋油 这样子才有酱香味 你开的店 要是因为这道菜火了 记得来告诉我呀